接下来要进行的比赛是我们的A组的败者组第一场L1G对阵Luna 其实Luna的话其实对阵队我还是挺熟悉的 一个是个女子组合 对女子组合 又唱又跳还开过演唱会 其实我还记得我曾经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 是吗 感觉怎么样 因为以前的Luna里面有淑姨嘛 就公众要表白一下 其实我以前是淑姨的粉丝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去为了看淑姨 然后就去了Luna的演唱会 然后其实Luna有很多妹子 但不知道今天来到这个比赛现场的是哪五位妹子 大家期待一下吧 那LLG的话其实是一个也是实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 LLG的中单是一个韩国中单 听说的话 有个什么女子第一雅索啊 还是什么的 雅索 还有好像是韩服排名200吧 201妹子啊 就是整的就是男女加在一起 她是排201 就是前面可能是200个男人 然后她是我第一个女人 对对对 那200个其实挺恐怖的啊 感觉就是跟我们就是你随便拉个男的出来 我跟跟你对线 你还不一定打得过这个女孩子 毕竟200韩服 韩服200到国服的话 全都反正挺厉害的 对对对挺厉害的 反正就是很厉害的一个中单 但是其实一个位置厉害 不一定其他四个位置的配合度 其实也是有个差别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也是赶快来看一下 双方的这个比赛的一个阵容 来看一下 然后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个 对于的一个介绍吧 其实还挺好奇的 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 刚刚那个宣传片真的是非常炫酷啊 对我觉得整个宣传片做的还是很 让人感觉很高大上 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赛事 然后我们贴到就是众多美女的这些照片 以及他们整个俱乐部的一些logo嘛 那个最后出现每个俱乐部的一个logo 然后首先看到我们的上单 现在是LLG的队员 LLG的上单 李梦妹 这是妹吗 还是书 不是妹 不是妹 那个有个光 哎呀错了 就是李梦书 LLG LLG 王山蜘蛛皇子 做打野的话真的 无论男女 王山都很溜 但是我发现 他们这个 就是放出来的这几个英雄 有些人不一定会选 还是要看这个版本 正容 正容 正容加版本 韩国妹子 这个是韩国妹子呀 对就是这个韩国妹子 可以看到她的这个英雄词是 亚索 结丝 腰肌 腰肌 对 失败飞客吗 哎你看到她那个名字叫 RYUNG 女子RYU你知道吗 real 哈哈哈哈 女子RYU 我一看到她那个ID我就想到了RYUNG 又弱那个鞋 好了可以看到这边LSL的 小蝌蚪 小蝌蚪 她这个镜头有点蒙人 怎么蒙蒙搭的 妹子看镜头 妹子在干什么 跟教练交流 嗯 金格斯 女警 男枪 还有版本女警跟男枪都会进行一个改动 让前妻变得更强一点吧 嗯好像是要把这个女警前妻的一个射程变短 这边是 辅助 辅助 石头人 安妮 情女 作为一个妹子 肯定上手玩这个游戏情侣都是溜溜的 对 每个女妹子都会玩情侣啊 我不会 你真的不会吗 不是特别会 我从来不玩情侣 其实我辅助玩的超级烂 你玩些什么 我就是 就只喜欢打中单 然后 不会 不是刚玩这个游戏都是从辅助开始玩的吧 没有 我第一次就是玩中单 后来就一直玩的中单 就没有变过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Luna 喷打 可爱的某妹子 双马尾 有点的阿卡丽 钢铁大使 还有一个 对 那Luna打野兔 盲森猪内 好死 而且还有镜头感 对 看着镜头 确实是换只兔子 盲森猪内 看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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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lated 双马尔 两个英雄 对对就回到了两个 那可能对这两个英雄 理解会比较深一点 我发现很多这种 就是女孩子会有那种空气刘海 我在想这个空气刘海 到底是怎么打理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吹飞之后就是 我们公司有那种空气刘海吗 有哪个主播有吗 有mini mini之前有 有过 有过 反正初仪是有 但她那个是比较 不是空气的 她是平的 那你觉得空气刘海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 鼓注 气感 还是挺漂亮的 在Luna整个颜值还是高高的颜值 好了 改靠让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第二季比赛 Luna最胜LG Luna在色方 Luna在色方 大家双方都已经办完了 Luna这边办的是金属大师 洛首在加剑机 LG这边办的是 木木 它这个办的是还是挺真带的吧 昨天的比赛吧 是我印象中就是 其实针对Luna搬的是 她们比较常用的 因为之前是Luna的打野 是用了把阿木木 然后用了石头人跟奶妈 因为可以看到整个Luna 其实她们的英雄值不是非常高的 她们就是把你常用的英雄搬掉 对对对 就是LG的一个针对办法 是针对Luna常用的一些英雄 然后Luna这边的办法 其实还是比较版本一些强 其实搬到上单 一个AD 两个上单 一个AD吧 最曾经的中单 对 曾经的中单 哇 哇 其实是拿这个 就选得很快 拿了个结 对 RYU 拿了个结 小胖 蜘蛛 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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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Luna是拿了维克多 纳米 丁克斯 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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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米一样来一样 纳米 纳米是被谁影响的 你知道吗 是希凯影响的 哦 希凯一直算是 麦蒙小王子 看一下会不会拿 打野会不会拿 黄蛛 彭吉 对边 黄蛛 最后来拿一个鳄鱼 水兽 鳄鱼这个版本鳄强了 挺强的 鳄鱼打卡丽 肉 肉一点 挺好打的 可以晕助长 给个金面 我感觉这个结拿出来 对面应该挺难受的 真的就难受 前期就很难受 这个杰拿出来之后对线 毕竟是 就三只手会比较怕 这些刺客型的英雄 他要是知道 对面这个什么 201的这个牌位 应该是压力挺大的 没事不怕 他说我有球 支持一下你喜欢的队伍吧 支持一下你的女神们 你的女神们 女神们 女神不是应该只有一个吗 我要把那个门去掉 镜子在蒙 好来看一下 先是一样 点了这三个点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这个还萌萌的 这个他一直跳来跳去那个发展 这个皮肤应该叫做教你做人 这个直接被打到了一下 这个结果又打到一下两个 这个好烦啊 两下打野跟中单都被打到了一下 这一条链没练到又被打了一下消耗 这链有点放得歪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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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 没有 应该斜着放 他竖过来封了一条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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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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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大大人 你看刚刚那个位置刚走过来 已经是不是塞着人保着 这样是一个正常对线 可以看见损损的开始 安卡丽是直接上线补兵 这边鳄鱼先要刷一个F4跟这个杰 刷一下应该很快 那这边自助是拿到了自己的男 哎呀掉了一个病 担忧应该很紧张吧这个时候 妹子别紧张 撸站起来 这边鳄鱼还没有上线 是直接传送到线上 要有四个刀了已经 上线其实就品搭一样 对 直接被晕到了 金鹤士这个皮肤叫什么来着 这个是那个 对 就是之前我看到有人扣死过 嗯 末日狂欢 是这个吗 不知道啊 那个是女警的 啊不对 女枪的 那个我之前看过有人扣死过 哇中路的补刀一样 好 直接这边拖一个 其实你看这边鳄鱼补刀 其实要还是非常稳的 一直都在 哦 鳄鱼这边补刀 应该是前妻会 会压很多啊感觉 蜘蛛现在到中路 到中路 应该去干扰一下黄子吧 黄子在这边刷 都没有看到 看她那个走上来到底要去哪路 就女人的心思永远都是琢磨不定 就不像 作为一个男 会骚扰一下 对 作为一个就是男子选手 嗯我们知道她去干嘛 但是作为一个女人 其实还是很难 你不懂 对对对 女人的心思猜不透 琢磨不透 哎 这边 这边中路 没有蓝啊 哎 这个闪现 这闪现还是挺急 所以如果没闪应该就会被打到 双方中路 合到两边都没有做视野 别晕到一下 两下 三下 三下 直接 走 这个其实被打还是很疼的 有点痛 带了个不甲五红 可以看到下路LG这边也是打得比较凶的 中路又来 这一波她是没有闪现的 看看能不能抓到 哎 躲掉了这一条技能 但是这边躲掉 因为她没有蓝 没蓝 看看能不能刹 下路是小炮拿了一个血 但是这边又死了 扛了很多下兵啊 他没蓝没蓝 对 你放不出技能一直在走 其实应该早点往后退 但是小炮那一下 他刚刚回来了 后来又回头了一下没看中 可能是因为看到自己自己这边打野过来了 结果把兵卖得太深了 对的 卖太深 这边是直接死了 因为刚刚那一波其实抓得很及时了 等一下抓完她那一波闪现她没回去 对 回去之后你这个蓝量不足 整个就没有办法打 挺烦的 阿哈利这边也不能回 回 兵回不去 这个兵线进塔了 很难回 感觉这个阿鱼要塔下强杀塔 你顶了两下 顶了三下 我就推塔 我不管你 死 死 不死 她这个被塔点了两下 有点疼的 这个是回来了 她刚刚是卡住了 应该不是卡住 就在发呆嘛 就一直她在点塔 点塔 点塔 走得掉吗 走得掉吗 不追了 特鱼有闪现的 有有有有 有闪 她是一个闪的应该 这应该是一个闪现吧 这应该是一个闪现吧 小炮 只能逃 逃得掉 她没上去应该干扰一下 那阿卡利状态不好 还有两本书 一个盐 一瓶血 几瓶血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边 经济拉了 多啊 你看三个古道 对 维克多真的有点惨 要被带到死 站在立场里 被定到立场了 但是还是死了 伤害高 但是啊 这就是 这就没办法说 就毕竟 我发现如拉这边 对这边困难可能会有一点 不足 然后双方 六分钟经济拉了 维克多就有点 对的 就真的是一个补刀上 加上人头 有一个挺大的一个餐子的 出路应该现在就不敢来补刀 其实不太好兑现这个捷嘛 现在就对不过这个捷了 打捷的话可能需要更多的走位跟微操作吧 对 女生就原谅她 颜值弥补了 录大叔拉给我们跳个舞 表演一下你们的什么什么专辑歌曲之类的 是的 其实录那的话应该会有人可以进到 之后会进入到那个终于节目那个录制 是多台东西嘛 我们这边是展示各种才能 对 KK女神杯不仅仅是游戏 所以说我们都做不了女神 我们做不了女神 因为游戏打得不好 好好好 哎呀她这边放个立场 还是很疼呢 打了 以下两下 跳几年 自己坐上去很疼呢 一个大招 这个伤害其实收到人头 这一套 这个纳美死了两次了 VD的装备一个暴风大剑 一个是875 这个明天要过去了 这个阿卡丽也挺难受的 古刀都差了一倍吧 这边不止拍了三倍了 这个杰根 我 对 都难受差了三倍 三倍有点难受 你直接跳到他脸上打 上了一个虚弱 直接到脸上打 有点那个 丁克斯这边这个大 能不能收到人头 有个治疗 哎呀 没死啊 这个人 巴德还没死 他再卡一下墙伤 其实他这个 病痕 上路这边 LULA一直都是在 我说不到 她被削了一半了 上路还没死过 上路还没死过 上路带的是点燃 没有带传送 感觉他这边 是不准备支援了 准备自己单人打线了 这边鳄鱼是带了传送 所以之后可能 他在支援上 确实就不是很好 他就一直只能带人带线了 我这边怎么看不到 他们带的什么 因为这个电视机太大了 哎 这边 黄子过来 两个人没去 这边二打 一个都过来了 直接病定住 黄子要死吗 黄子还差一点点 可以追 追 看来这个 不出去 掉进去要打 有真言 怎么办 怎么办 出来了 干嘛出来了 他这个是有时间的 没有了 时间没有了 就 不能一直在里面转来转去 他就没 他没Q到还是可以的 这一下 其实已经打全了 看看能不能杀到 可以 那这边是说到了 第一个人头 是C杀了小炮 这技能全中了这一波 对对 主要是辣美这个七色QQQ的不错 打了一大半的血 但是这样一个情况 其实之后就可能靠这个杰跟 杰的一个弹性了 他待会去支援下落 刮一下那个大 刮一下就 真的感觉成都不行 真的感觉成都不行 让杰 他怎么一直是没有在一个没有蓝量的过程中 对啊 一直都是 就那个蓝量一直是在半光血之下 哎呀 怎么感觉这个打不到呢 技能命中率不是很高 有点烦 补刀啊 补刀补刀 这个时候你好好补刀 就不要去用那个 用技能去补刀 就不要去打那个 这个炮车是补刀的 他太害怕了 对 是有点怕 他这个直接上脸 但是这个情况应该很远 被打到 哎呀 被上了 虚弱也没有用啊 一下两下词 助免队友怎么回去了 看到了吗 队友回去了 队友直接在传送 他的面前传送回 就是那个回程回去了 队友可能已经放弃了 别别别直接回回程 可能配合度 还不是非常高 直接打小龙 差了6000块的一个金句了 在11分钟的时候 记住三个人同 别两个人同 LG 所以你说打掉第一条小龙 对的 金记差了6000 这周 亲眼 亲对面家的眼 都是我的 嗯 这周 这边下台也得要 喊 他会要被 命中率好高啊 上台也要被自然推掉 一座塔 一座塔 少 诸 夏 其实三个塔都岌岌可危了 有点难受 对露娜这个难受 而且感觉露娜有点怕 就是在这个补刀上面 因为她往后 一直在往后退嘛 嗯 中路其实一个很明显的 27刀对108刀 其实不是很应该 所以我们就忽略这个刀数了 好吧 因为大家都看到 这是现在是三个数字 我们对上两个数字 我们又不说了 我们小靠又被打到 往后退一下 这个直播又是捆到人 一个大招 闪现出去 好 鳄鱼这边是 凡凡手打啊 对 这边是一个 五打四的状态 五打四 杰过来收人头了 一下 姐姐进场基本上是 四个人头 小胖是给了个双叉 其实挺难就是 一波五打 五打 这个纳梅走不掉了 这个姐姐对伤害算的 好像有点高估自己的伤害 差一点点没有杀死这个纳梅 纳梅是回了一口 对 回了一口 但是这波五打四 可以看到 安卡雷并没有参 因为这个团战 一直在单独断信 因为她没有传送 并没有办法支援 但是其实她这个情况 她在点燃 她没有办法支援 但是其实如果她支援 这波应该也是叽叽 或者可能换一个 感觉能换一个 可能换一两个也行 可能她觉得 还要追 还要追 一个大 这个应该能死掉吧 这个能死掉 这姐应该要死了 这一下 打不到打不到 哇 你这个链条 死了一个 死了一个 金克斯要起飞吗 还要震 但是传送回去了 应该赶快跑 再去点她两下 小炮死的不应该呀 队友都没写 还有个人在前面 一直质疑 要收掉对面的ADC 对对对 但是她也死了一个人啊 阿卡丽说 我自己玩单机游戏 我玩单机推塔游戏 我不参与全战 你们打 阿卡丽说 我要打抱上路 对 我说我要自己上路通关 但是她过了这个线 她就不太能过去了 对 这波兵不收 不能收了 已经上线了 害怕 因为对面看不到对面的位置 所以说 这也不好 不要再 她怎么还是没有来 我仿佛看到了对面的那是教练吗 那个是裁判吧 怎么裁判入镜了 蓝收掉 链条放得有点 这个蓝对于中单来说真的是 不不 血冻送炭的 她拿完这个蓝直接 倒好又很可能会被秒 就挺担心的 然后回下水 别这样嘛 我们还是给她一点点加油的声音 妹子鸡可以找一条路线去补一下刀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去找哪一路 这边又是有一波 Q到了 这个还是不错 这个还是不错 不得不说 关键时刻 这个烂梅 烂梅走位虽然有点疏 但是她关键时刻 QQ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能推到人 这边结识把自己落死了 月塔强杀 没计算好伤害 其实是死了一次 这一波应该能反推吧 来反推一下吧 对 这边阿卡丽在了 阿卡丽在了 不太好 这个人头3比13 这样 为什么要框小炮 你都应该框小炮啊 对 我来的太 被巴德冻住了 对 被冻住了 这边阿卡丽还要再杀什么 没杀到 这波的感觉就是LULA这边 团队不够紧凑啊 就是皇子上去之后 然后他们后面的三个队友 都不是输出 不是很及时 对 A时间上 应度 尼沙 尼沙死了 我挂一下就死了 小炮 就给小炮人头了 很尴尬的一个点 是 要追 不追了 不追了 屁波 又是很惨死的 刚刚那个皇子不应该去框小炮 你怎么那个大招能给小炮呢 但是可能再远还就够不到 但是这个小炮这个位置 你框道其实真没什么用 他可以有位移 可以跳走啊 对啊 但是小炮你可以看到 刚刚其实他并没有跳 他打就出去了 他打就出去了 出去了 又死了一个 现在小炮就有点无尽 他拦出完 这个是有无尽啊 小炮的无尽 这个应该能刷吧 刷不掉 有 有 有治疗 我觉得小炮的无尽可能会更强一点 对这个英雄 要这个结局进场 感觉怎么没有拿到人头 其实我进去刮了一圈 你的头没有 我是帮队友的 好 那么中塔这个 对 直接是中路高破 哇这个大 一个人都没挂到 大家说 快前面有浪过来亮散一下 这一下 这个 这个 有发现他放完大招人没了 我这边穿这桶子了 我这边穿这桶子了 被秒 还放完大招人没了 17分钟 这边是选择了 撤退 可以说去打波龙 对可以打波龙 这边要单杀 漂亮 看来Lula 这边上单一直在上路发育的 他说我终于杀到一个人了 这边是看到五个人头 两个人头是这个阿卡丽 阿卡丽的嘛 找机会 现在也就只能找机会 抓一下对方的C位 落单的C位 他就是追到这个 落单的一个结了 看这边还是难道不少 我们OB很 很有心思 就是特地放大了 给了这个阿卡丽的这个 杀人的这个心头 在交流什么 这个 能不能在交流 哎呀这个怎么办怎么办 我这颗葡萄 这个 我应该去哪条线上 并没有办法 应该说什么 应该在交流 不知道怎么在交流 应该挺 挺 挺纠结的那个 那个看上去 应该在说黄嘴 你怎么就上去框人了 哎这边黄嘴 哇 迷路的 就是加鲁 在家里出不去了 现在这个情况 就还蛮惨的 被破了这种路之后 想说想说多多时间 打野发力一下 哇 直接钉到 钉到了 然后无数个空 空在她身上 不能动 还好大张画出来了 这个针银真的是不要钱 这边是进场杀人 看来这边 预防一下 预防一下 阿卡丽嘛 毕竟现在这边 可能就阿卡丽这边 需要位置一下 看来被鳄鱼晕到 也就急急了 看这阵眼 真的是不要钱 一上去进场杀人 死了 在门口死了 这边也是 恭喜一下 LLG 再费这个第一场 是战胜LUNA 获得了胜利 其实其实可以看到 其实两支对我 其实在 可以说是 实力上 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我们是看到 LUNA吧 可能 平时因为有更多的 演绎活动 对 唱歌跳舞 可能他们这个方面 实力其实是对等的 对对对对 我虽然游戏打握力 但是我都才不会演 对可能 就才艺方面会相对 对面就是 或者是别的队伍 更好一点吧 对 对 对 好